大家好,我是凡克洋學生林志宇 那今天來出席這場計程會主要也是要表達 希望新政府可以讓安眠總統來出席這個六十二完顏 我最近這幾年也是不斷的在關注扁案 那事實上扁案的這一個案子就是一個真實迫害 包括在這個法律判決的過程跟起訴的過程中 它是充滿瑕疵的,以及在整個應該是健全司法體制不該出現的 有罪推定的問題都出現了 這種有罪推定的心態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這麼做的 但是中華人也會這麼做的 好,那今天想要來講這個阿扁希望可以讓他出席六十二完顏 就算我們今天先不去討論他這個有罪或沒有罪的問題 退步來講,大家都知道阿扁總統的身體現在非常的不好 那前陣子520的時候他有收到這個國宴的邀請函 那台中監所那時候就是拒絕了阿扁要去參加的這個事 台中監所給的理由是什麼 台中監所說如果阿扁總統能夠去出席國宴 就表示就可以證明他的身體是已經恢復了 就有可能會被撤銷保外就醫 事實上這個理由實在是非常的可笑 充滿了邏輯矛盾根本是頭殼壞掉 今天這個一個人齁 能夠走到總統府前面去坐下來參加一個典禮 難道就可以證明他的身體已經完全扛負了嗎 這是哪來言論哪來邏輯阿 其實呢依照這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這個金字塔理論 在第三層人類有這個所謂的社交需求 愛與歸屬的需求 今天如果把一個人完全的封閉起來 隔絕於人類文化社會之中 那才是對他身體以及生理心理造成的壓迫 才是對他的傷害 因此我認為不管是國宴還是六四晚宴 讓阿扁總統還能夠出席 肯定是對他的身體 不管是生理層面或心理層面都是一大的幫助 那其實呢這個六四晚宴也不過就是 讓阿扁總統出來吃個飯跟大家見個面 也不是有什麼具有威脅性 或者是會左右什麼的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這個新政府 希望新政府能夠拿出同理心 能夠讓阿扁總統來出席這個六四的晚宴 那至於這個新政府有沒有誠意呢 我目前是看不到的 因為520的時候說要測克剛現在十一天過去了 沒一點生理都沒看到 克剛現在還是在還沒測掉 所以我實在看不到新政府的誠意啊 但是我來這邊我還是期許呢 這個新政府能夠真正的拿出來的誠意 不管是在做這個阿扁這個特色的問題 或者是晚宴能不能出席的問題 我希望新政府在這邊可以拿出同理心 以及他的誠意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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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年前朋友這個非常精闢的論點 實在是很舒服我的意義要之來 那我們記得 蔡總統的就職人說說 他要把一個國家 美社秘書長龐偉 經過阿扁的事情 我們可以深刻體驗到 台灣的司法要佐將光明的那一天 還是有需要很長的一段路去走 那阿扁的總統的整個過程 從過去他沒有被審判 就先被靠起來 侮辱他的人權的條件 然後再由 在我們在醫療的過程之中 給他吃魚一些奇怪的東西 然後最後竟然小腦會萎縮 這個是非常ridiculous的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這種過程中 台灣的司法破壞 我們嚴重的希望 針對國民黨政府那時候的一個作文 我們非常深感厭訣 那現在新政府上去 我們希望新政府 對司法改革的部分 真的拿出決心出來 那阿扁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他是一個人 那他在台灣想說他基本的人權 那我們從我們的新聞稿 可以知道 武則元跟那個延情標 他們可以出來選立委 可以為他的兒子助選 這是非常誇張的事情 他也是保外就醫的一個案例出來 那可以這樣自由活動 那為什麼阿扁 他被他折磨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新政府 看到這個過程 這過去我們民間的NGO團體 一直努力 為爭取台灣的基本人權 在努力罷免 我們希望能夠真正的能夠 希望新政府能夠好好想一想 我們絕對的 正在北色立場 我們反對司法的破壞 我們希望落實 我們真正的轉型爭議 也希望阿扁能夠早日特色 這是我們北色的目標 也希望新政府能夠 今天看到我們的這樣的記者會 能夠深刻地去瞭解 能夠體會我們台灣人民 對新政府的一個期許 好 謝謝 這等於是昭告天下 給全國人民 阿扁是可以去參加 聯合活動的 現在 他又要他申請 這個豈不是自己阿扁嗎 那阿扁總統他也 順著這個意思 他也急速申請了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順利 出取這個院位 那 對醫療小組 我們最大的信念說 能夠讓他 維護 適應社會 生活的能力的治療 能夠順利展開 那接下來 我們媒體先生 我們民間院長 已經對這個太陽灣學院的策告 那 阿扁總統出席 出席燕會 這個也是一種 感情正義的一種 我們希望他能夠 那 我們也看到 在網路上看到 現在 很多 在盡量的 如果 阿扁總統這樣 能夠對他身體健康 他醫療小組 醫療人員 都一致認為說 這對他健康有幫助 如果新政府 沒有辦法讓他成立 然後要推折給 台中監獄 這個 而且 台中監獄 這個 還是和過去的做法一樣的話 我想 今天早上 我們一看到這個 監獄老師 他說 阿扁 北上吃飯 有這麼困難嗎 上面已經有說 很多事情 會連續發生的事情 我想 這個 我不希望說 我們是在 威脅工作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 我們希望他能夠 各方 為了 國家 和社會的和諧 為了 台灣的進步 能夠 交給我們年輕世代 我希望說 新政府能夠 讓他有順利 成型 阿文明 究竟 也是一個執行單位 我想 很明顯的 他是傳由上義 所以 今天這個程序 可能 連保護部長 都不敢 繼續做擔當 因為 一線有 法制規定 保外就醫 一些什麼樣的情況 他原先 當他保外就醫 他也有一些 先決條件 或者無論 參與正序活動 有 有這一些 限制在 我想陳吉 應該是 拉高到行政院長 或者是 蔡總統 這是 我們也呼籲先生 既然 你又失望 傳進正義 這個就是一個 很 很好的機會 第二點 我是 對 很多人 主張 應該也都 有 基本的人權保護 阿伯過去 這麼多年來 遭受 這樣的 靈禮 比照 像 美國這個 先進的國家 他們對 弱勢質詢 他們是怎麼樣 的照顧 有一個 一個好朋友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也是 領政的薪水 他對一些 弱勢的 老年的 政府 社會照顧的 這些人 他也抽時間 去跟他 仿視探視 他的 主要的功能 是去別他聊天 這樣 順便 讓他知道說 醫師開給他的藥 他也會照時間 說現在的病狀 是有什麼進展 主要的目的是 讓他開心 讓這個老年人開心 我想這是一個 從人性觀點來看 看人的這個 醫療人間 對這些弱勢的照顧 新政府 既然 有許諾 就是要把台灣 建造為一個 將來 讓年輕人覺得這個 這個國家 是充滿希望 充滿安全的 一個國家 我想這是一個 很好的情況 應該要 應該要 積極一點 包容一點 這樣說 謝謝 有什麼變化 或者是他有什麼 希望的時候 他的心理 情緒 精神上 都會有非常大的變化 這個造成 我們醫療 小組 照顧得非常的困難 既然 國營的邀請 讓他 有這麼高的希望 這麼高的期待 如果再讓他失望的話 這個 無疑是再一次的刺激 也可以說 就是再一次的傷害 我想這個是我們全國人 所不能承受的 還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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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